歡迎收看台灣上前行 台灣向前走 我是孟琪 我們現在都要用新竹市長 來稱呼高鴻安了 不過最新周刊又爆料 說高鴻安真的很小氣 很重生 連之前過年給助理的紅包 都是從公積金裡面拿出來的 這該不是真實的 那麼另外傳出柯文哲跟蔡碧如關係生變 曾經的心腹為什麼現在會漸行漸遠呢 面對一連串外界的爆料 民眾黨是強力反駁到底 另外就是今年的稅收超征 已經高達4500億元 創下史上最高 民進黨好多立委 這幾天串連呼籲 希望政府趕快普發1萬塊的現金 讓大家好過年 好 那麼今天總統呢 也在早上召開了國安高層的會議 在討論說這個當兵的義務役 疫期是不是真的要從4個月 延長到一年的方案 稍後3點半 總統蔡英文將會親上火線 召開記者會來跟全國的國人來報告 我們稍後也會及時連線 好 那我們先來介紹今天現場的來賓 首先第一位我們邀請到的是政治評論員張明佑 祝請大家平安 好 再來我們歡迎到的是資深媒體人 邱明玉 大家好 再來邀請到的是國民黨新北新議員林金傑 大家好 好 稍後還會有民進黨發言人李昆成 還有資深媒體人溫生溫大哥 都會加入節目的討論現場 好 首先講到高鴻安的這個爭議真的連環報 我們首先先來請到的是明玉姐 因為今天週刊又再度爆料了 好 我們在這個圖卡上 裡面有整理了週刊爆料的一些內容 他在裡面就是緊咬高鴻安的這個涉灘爭議 怎麼說呢 好 靖週刊今天寫了一篇說 檢調在密集訓問過後 高鴻安這個立委任內的助理 進一步有發現說 為了省下給助理的過年紅包 高鴻安竟然涉嫌要求助理們 扶爆自己的加班費 來充當過年的紅包 以及平時的績效獎金 簡單來說 明玉姐這就是說 包給你的紅包 也通通都是從公雞金拿 這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今天週刊這樣爆料 看完真的會覺得 這個人怎麼在這裡當生啊 我先講 調查組的北極站 21號又密訓了三位高鴻安的助理 包括前主任吳達偉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那個AZ9 再來就是說現任的助理 叫謝寧 上次我們也介紹過了 蠻漂亮的一個女生 還去選過彰化的黨代表 對 然後我要講 謝寧現在還在高鴻安的辦公室 已經離開了 因為立委已經結束了 因為高鴻安已經去就任了 新竹市長 再來還有一個陳前助理 必須要講的是說 看起來檢調這一次的密訓 是有備而來 因為檢調就周刊的報導是說 他把高鴻安高辦的內帳 還有包括的公积金 還有每一位助理的薪資賬戶 都一筆一筆的攤開來 然後就是要他們交代你的這個來源 所以你看 所以可見這個檢調在傳喚 這三個人的過程當中 他們其實事先準備資料 很齊全 所以也會解答外界的疑慮是說 那你們這已經這麼久了 周刊爆料也這麼久了 為什麼好像感覺兩三個禮拜之後 你才做這個傳喚的動作 大家會覺得說 是不是該滅症都滅症 好像該串功都串功了 可是事實你可以證明就是說 檢調他們這個很用功啦 把該準備的資料 你公积金內帳 那個不是給你看一看 你還要仔細一個一個去比對 而且你還要比對 譬如說小兔的那個內帳 還要比對他們的這種 什麼錄音帶 這個你都要完全的比對完之後 檢調要非常有信心去跟你講說 這一筆你的薪資轉換 你的薪資帳戶一筆一筆在跟你核對 那說實在的 就周刊的描述是說 檢調就是因為他們有證據 而且充分的準備了 一筆一筆去問這些助理的時候 有的助理會嚇到的 就想說哇你比我還清楚 而且連這個也知道喔 坦白講有的時候是一兩年前的事情 你說有大家會忘記 所以就是說有人在硬訓的時候 緊張的可能有咬手指 還就是說感覺那個緊張的氣氛是表露無疑 好那回過頭來就是說 這一次檢方密訓又有兩個收穫 第一個收穫就是剛剛孟琪你所講的 就是他要這個助理的加班費 就叫做獎金大水庫 公基金就是獎金大水庫 話說是怎麼回事 就是說有的助理 就是說為什麼你的這個賬戶 會突然多一筆一千多塊的 所謂的績效獎金 那助理就說我又沒加班 他也坦承說我這個月我是沒有加班 但是我這個月又就多了一千多塊 原來還知道說這個是高雄安調他們福報 就低薪高報福報 然後扣完之後有多的 就是在匯入你的這個賬戶裡面當獎金 甚至連過年的紅包他也這樣子幹 孟琪我講這個我真的是會這個很搖頭 你就我覺得說小細就算了 小細是你每個人 可是問題是你紅包本來就是老闆要給的 對我們姑且不論說你每個月有8萬塊 立法院給你的這個所謂時報時銷的 這種辦公室的這個支出 坦白講紅包你本來就是老闆 就要傳扁扁要傳好的 結果你竟然自己不發就算了 那是一種老闆的心意好不好 是 你還既然太當太旁 動到了你這個公基金 那坦白講這什麼叫做過年的紅包呢 你變成是說大家你去福報 第一個你是福報嘛 低薪高報 然後你把該扣的扣一扣之後 你有多的 然後就是當作過年的紅包 那坦白講這個還不是領自己的錢 而且我覺得讓助理更生氣的是說 因為你這樣子做 你就是把我當共犯了 就是說你說那個黃靈會 他唯一的那個助理黃靈會 他沒有被列共犯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去捐公基金 然後再來呢 他沒有捐公基金的狀況之下 他就不是共犯 所以他現在是證人 你只要有捐公基金 你看像我們講說那個很衰的 那個公衛文 他其實在高宏安辦公司沒有待很久 結果他也變共犯了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捐了錢到公基金 所以你說這些人莫名其妙 你叫我去扶報 而且你還把錢匯到我的戶頭 我就直接會被當共犯了 所以為什麼說 檢調那時候密訓完之後 有些人可能會變成 從證人變成共犯 他們就變成共犯結構 所以要是我這個助理的話 我現在不是還有傳出說 高宏安問這些助理說 要不要我也幫你請律師 因為他這些律師不是 那個一個晚上就90萬嗎 要是我是這些助理的話 我會覺得說我不但不領行 我還覺得這個老闆我圈圈叉叉 是你這樣子違法的作為 把我變成共犯 所以我會覺得說 高宏安這個已經不是小器了 你這根本就是自己犯罪就算了 你還拉人下水 我就要講的是說 這個今天檢調除了就是說 再查出他這個所謂的 獎金大水庫之外 另外一個他還有人頭助理 人頭助理這件事情 也是看起來比較最正確的 因為確實就是說 他包括現在有兩個 一個是我們之前講的那個江青山 就是柯文哲的貼身攝影 追星族 你這個是非常諷刺的說法 為什麼說他是追星族 就是他明明他這個原額 是掛在高宏安的辦公室 但是高宏安辦公室的這些助理們 就說沒實際 就是沒看過 不知道他是誰 那就很明顯的發現說 你江青山你明明就是掛在 高宏安辦公室 但是你做的都是柯文哲的貼身攝影的行為 那高宏安當時是怎麼解釋 就像你剛剛講的很諷刺說 他自己追星啊 這是個人行為啊 但是現在檢調 按照其他的助理的口供 就是證實說 這個人確實有掛在高宏安辦公室 是從2020年的3月到7月 他有足足4 5個月是掛在高宏安辦公室 但是他做的 就是民眾黨或是民眾黨團的行為 這個就是所謂的人頭助理 那另外還有一個陳寅家 也是一樣的行為 所以現在今天最新的 這個消息出來就代表說 高宏安你兩件事情其實是相當明確 一個就是做人頭助理 一個就是所謂的獎金大水庫 那嚴厲譴責你不但犯罪之外 你還入你的助理於罪 我覺得是相當不仁不義的行為 這個獎金大水庫 民眾裡面聽完會不會覺得 真的很不可思議 哪有這樣老闆包 紅包 結果沒想到就是到頭來發現 這些紅包其實也都是 自己這個加班福報的一些費用 怎麼會這樣子 說真的我不曉得這些問題 這些報導 高宏安現在的副市長看到之後 作何感想 對我相信這個蔡 蔡立欽副市長 最近的第一個首要任務 就是要陪高宏安 怎麼樣去面對司法接下來的調查 因為大家一直在討論 你不要忘記12月25號 當我們看到很多縣市首長 議員都上任了 但是高宏安同時也失去 所謂的立法委員的身份 相對的他也失去所謂的保護傘 各位你看包括PTT的 神龍Z9 吳達偉 都出來 過去你看他在PTT上 怎麼樣護高宏安 護柯文哲的 結果現在也出來 告知檢調單位 說所有的賬都要高宏安親自看過簽名 才算喔 不要忘記不久之前的小兔密賬 一解出來之後 高宏安第一個時間都告訴人家 那個賬我不清楚 那個賬不是經過我的手 那是辦公室的慣例 辦公室自己做的 結果現在吳達偉他說 沒有所有的賬 高宏安都要看過才算數 所以這個密賬裡面 等於是高宏安除了我們在講說 是他的小金庫之外 對令人憤怒的 難怪助理只要一出來 一定是緊咬 為什麼 為什麼我的紅包錢我要自己賺 賺了之後我還要跟你有串共之語 我還要跟你坐在同一條船上 然後又輪尾共犯 這很倒楣 對 明明是我的加班費 然後你服報之後呢 然後又到密賬裡面 然後再烤雞獎盒 然後我的紅包錢從那裡來的 我作為一個老闆的話 我自己心裡很清楚 好 當主管也好 為了安撫 為了照顧廣大的員工 有時候自己的年中 自己的紅包錢 還會拿出來發給員工說 給大家一點點福利 可是你看高宏安 小氣到 你服報就算了 然後助理就因為要為了領這個紅包 然後變為共犯 這世界上有這個道理嗎 這個是我頭一次聽到 頭一次看到 生的眼睛看不見 頭一次看到說 有人是這樣在做事的 你看在座有兩個 一個未來要當立委 現在是民意代表 當國民意代表 然後林金傑議員是現任 又在聯任議員 沒有民意代表 未來都要做立委 對 未來都要做立委 好了 你們有可能去對走你這樣 大家都知道說 要廣納賢財 留住人才 沒有這麼困難 對 所以我一定是想說 這人材幫我幫忙 不管是 拜制度 拜媒體行程 找談餐 做雙面給我 我們也是希望說 過節的年 大家歡歡喜一群團 我也想吃紅包給他 處理可以照顧四大四小 買東西給孩子 但是 高安連這個也要玩 所以這一點讓大家 是非常的憤怒啦 所以我看後來 檢調在所有的調查裡面 不管是什麼交叉手指 名嘴 停頓思考 當然因為面對檢調調查 他的助理到底要思考說 我們老闆現在是市長 要說還是不想說 要做還是不想做 一定要想一下 所以你不要忘記哦 我記得美國前陣子 有一本書 在我小時候好了 非常流行 叫做FBI的心理學 他透過你所有的動作裡面 檢調就可以判斷說 你是說真的 說假的 是不是有說謊 是不是有串貢 可是大家一定會疑惑 為什麼檢調到現在才又繼續在 還繼續在出手 主要原因就是我一開頭所講的 就是因為高宏安 現在沒有立法委員的這個保護傘 檢調出手之後 未來要做強制執行的時候 已有一定的動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邊去鞏固所謂的案情的發展 另外一方面呢 就會展開所謂的第二波約談 而這個約談 強制執行的可能性 非常大的原因在哪裡呢 你只要看到所有的助理 所有在他辦公室待過的 或者是公衛文也好 待的不久 但是一旦被約談之後 現在不是立法委員 沒有辦公室 大家是公衛人 所以大家一定會去把做所謂的證人 甚至轉換為污點證人 為了告訴你說 我拿他紅包 我不要這個同流合污 我不要繼續淪為共犯 所以有可能轉換污點證人 我告訴各位 這對高宏安非常不利 所以我也要問一下 我們的蔡立青副市長 這個案子你會不會給予意見 因為高宏安現在是你的長官 是市長 你當過北檢的長官 這個案子你會不會給予意見 會不會給予協助 會不會跟律師堂共同討論 怎麼幫高宏安脫罪 我希望這位副市長 你現在是政治人物 是啊 要自欽 好 講到這個給助理的紅包 這個金捷議員看到這個case 應該覺得說想不到 因為議員這個平衡時 做人都很大風 怎麼會發生說老闆包紅包 原來那些錢都是做你自己賺的 議員 這個像要過年 議員平常給助理的這個部分 應該是不會這樣從公積金拿 來 議員 看到高宏安的這個事件 我就有四個字匪夷所思 想不到 想不到 因為我覺得就是說 它是一個不分區的 它沒有地方經營的一個 這個必要性 它大部分都是在幫黨團來做運作 而且不分區的 沒有所謂的區域的經營 也不需要在區域裡面 來請這一個助理 所以說他們的這一個開箱會比較省 它跟區域的立委比較不一樣 區域的立委他必須要經營地方 所以說他在地方上要有服務處 他地方上必須要請主任 還有跑他的人員 那這個不分區基本上是不用的 所以說我覺得他應該來講 他的這一個助理費 應當是有很多的這個決議才對 但是就不能這麼苛刻 那有很多我們知道 就是說我以前在國會辦公室待過 像我們之前我在李嘉敬儒家省的國會辦公室待過 我們單單地方 土城跟三峽 我們就有這一個請了 將近十來個這一個助理在跑行程 因為面積很大 單單這兩個地方就已經超過250平方公里 所以說助理在立法院也有 在地方上也有 在三峽也有服務處 所以說區域的立委跟不分區的立委 嚴格講起來 那這一個告宏安是這一個不分區的 所以說他的助理就沒有這麼多 所以說他偷課的這一些助理費 我覺得是比較過分的一點 但是我要跟所有的這個民眾講 這個案子我在大概九月底 就真的有人來找我談了 就是說他希望我把這一件事情報出來 有一個簡訊的一個民眾 帶著他的一個好朋友 到我的辦公室來 希望藉由你來爆料 他說林靜姐 這個案子你報下去 你會成為全國矚目的一個焦點 而且這個是很忠實的 而且他把他的這一個男朋友 李仲廷全部繼續民意報案 小廚什麼什麼都講了一遍給我聽 那我覺得就是說 他是立法委員 我是這個新北市議員 我按照道理講 我不應該來去報立委的料 所以說我就請人家 就是說我聽完之後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應該要拿到這一個 不管是這個新竹的這個候選人 不管是林根人 或者這一個其他的陳惠宏等等 由他們來去講 那這樣子才有所本 那我從新北去達到新竹 我覺得有比較遠一點 所以說這件事情 我在九月底的時候 我就已經揭露到 這一個陳情案 希望我來報這個料 但是我還是講究說 高宏安所面對的一個問題 跟全台灣的這個 助理會的一個問題 其實都是一樣的 那在這個新北也有 在這個 因為助理會而收押的 帶有的人在 我覺得在這個中央 應當要好好的一個思考 包含我們的這個 之前的這個 所謂的所長的一個特別會 也是爆發出這樣的一個案子 我覺得 這一個 不管是中央的 不管是地方的 應當要朝一個修法性 一般的助理 他沒有所謂的特修 因為他 我們把這個名單 報到議會 報到立法院之後 這個是誰請的 是我們的機關 所聘請的 就不是我們 訪民意代表所請的 但是呢 他有沒有特修架 沒有 有沒有加班會 沒有 請假扣不扣有錢 不用扣有錢 加班有沒有錢 沒有錢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一個 設計 在我們的地方制度法裡面 這個一定要改 那所以說 像我自己來講 像過年要到了 我們有沒有這個烤機 沒有 那請假有沒有扣他錢 也不能扣他錢 因為我不可能報給 就是說 因為他請了兩千架 那他加班又不給錢 請假不扣錢 那年終獎金怎麼辦 像過年現在要到了 都是一定1.5個月 那怎麼辦 我們助理會一個3萬塊 一個只有3萬 1.5個月多少 4萬5 幾個過年一個助理 領了4萬5千塊 合理嗎 真的很顯然是不合理啦 那我當然講就是說 把我的年終獎金 全部都拿出來 我個人 我身為一個民意代表 我再補貼他們1.5個月 將近他們有3個月 大概有9萬塊 這樣子才有辦法過生活嘛 那麼這個才是符合 我們一般的社會的一個水平嘛 如果說我們是用平常時 就好像告紅安一樣 把他們的這個請假的錢 全部都扣下來 都拿一扣了來 都拿一扣過來 大家有請假 那像我的助理 前一陣子身體不舒服 又確診 確診七天要不要扣他錢 我覺得這個都很不合理 我覺得政府的一個制度 是應該這樣子 我們民意代表 就遵守現在的 這樣的一個制度 如果你們覺得 我們的助理都很認真 我們的助理平常時 都為老闆很賣命的話 我們應當來講 在年終的時候 我們自己再給他一些獎賞 這樣子才對 而不是說用告紅安的 這是一個錯誤的一個作為 我們不足取啦 所以說我們還是要覺得 中央有必要 再從立法院從醫來一個修緩 因為在這一個 台北線的那個年代 李坤城不知道 知不知道 他們是以前是8萬塊 全部撥到議員的戶頭 那他沒有不需要核銷 你要找誰 也不需要像我們的這個機關 來做這個申報 到底是用什麼人 是不需要的 因為就是因為有這樣的一個制度 一個差異性 所以說有很多的 現在新北市議員 就用這個助理會 跟台北線不一樣 他還是覺得可以 所以說才會陷入一個 這個助理會的一個案件 這個助理費 這個昆城議員也給我們補充一下 這個過年包紅包給助理 哪有可能是拿助理自己加班的錢 來議員怎麼看 議員諷刺 就是有媒體講說 他的臉書上面 還PO出來說 他拿了一疊紅包 對 他擺了一個扇形 那個照片 對說這個紅包是要發給助理的 結果沒想到這些紅包 都是助理自己的加班費 助理的辛苦錢 對 都是助理的錢 助理的錢 然後被高豪安拿來塞紅包 然後高豪安發給大家 大家還要跟他說謝謝 所以這個不是很反諷嗎 那其實案情其實在選前到現在 陸陸續續都有證據都跑出來了 那其實這個確証最早就是他薪資低薪高報 這已經有了 然後福報加班費 那福報加班費的部分 其實之前也講很多 那只是說今天有一個新的一個證據出來 就是說他福報的那個加班費 是來拿來當這個助理的紅包錢 那所以說我相信檢調好好去調查 然後之前包含這個黃信主任的這個 他所提供的一些收據領據 發票這些證據 而且他都有做筆記 寫得一清二楚 那我相信檢調就是用這一筆資料 分頭去問他過去的助理 那因為都有資料了 那大家不希望這個作偽證 那也希望說轉為污點證人 所以該說的該講的 我相信檢調那邊掌握的資料 都差不多了 然後現在還有一個就是人頭黨員的問題 人頭助理 人頭助理的問題 那現在以前這個新北市 或說臺北線時代 這個會發生這麼多這個議員 這個把這個犯人貪污之罪 條例這些問題 就是他們有人頭助理 因為人頭助理 你只是人頭 你沒有幫忙做事情 那他的人頭助理 是拿立法院的薪水 來做民眾黨的事情 所以這個都會有問題 那我相信說現在十二月二十五 當他就職新竹市市長那一天之後 高環環就沒有保護傘了 那我也希望說檢調能夠儘快把這件案子 這個來龍去脈 這個查個水落石出 那這樣讓新竹市民 或是讓這個全台灣的人民都知道說 你看現在新竹市市長過去在擔任民眾打不分區的時候 他的這一些這個違反韓污之罪條例的這些事情 其實都應該要公佈 那不然這個比較倒楣的是新竹市的市民 選了一個高環當市長 然後結果這個市長這個不是說去跑行程去會看去開會 不是他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找律師 找他的副市長檢察官 然後去找這個可能要去暗時去跟法院報到等等之類的 這個對於新竹市的市政其實會有非常大的影響 那一樣就是說他現在高鴻安當了市長 副市長是一個以前的檢察官 那我相信他可能也要用這方面他在檢調單位的人脈 是不是有可能說因為這樣子他可以多知道一些消息 那或者說在這個未來案子在審判的時候 他會採取一些比較有利的一些立場或者說一些證據 那我還是希望說高鴻安這件事情不要再拖太久 大概半年的時間我相信 如果現在的該問的證人都問完了然後該有的證據也都有了 我希望能夠儘快把這件事情查出來 那如果說我們講過了按照地方制度法 一審如果有罪其實你就是要停職了 那所以我認為說這件事情關乎到全台灣都在看 從選前到現在其實大家都非常的重視這件事情 從來沒有一個這個新任的市長然後犯了貪污自罪條例 那還能夠當市長當那麼久的 我相信檢調單位的做法全國都在看 那大家也很關心 那我更希望說高鴻安你自己錯的部分 那你不要這個拖累給你的所有的助理 你的所有的助理 因為我相信他們不知情應該也不會因為這樣子 就有法律上的一些問責 但是這些助理也必須要把你手中所掌握的資料 提供給檢調這也是保護自己 這個案子真的全國都在看 那像是週刊的爆料既然全國都在看 那剛才講到蔡立青副市長應該也看得到 真的大家都很好奇蔡副市長看到這樣子的爆料 會有什麼樣的感想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來看 其實從事發到現在 都還在幫高鴻安講話的柯文哲 田愛公最近跟蔡壁如的關係生變 甚至還有一些過去是民眾黨裡面的人 現在跳出來爆料說這個關係生變 有可能也跟高鴻安有關係 我們等一下回來繼續來看 來看